是什么样的流感传染 才能让一座城市变成空城 谁只需要军队来抓捕感染者 这种病毒来自东南亚的无名小国 世卫组织已经派选了援助 但是依然没有阻止病毒扩散 男人带着一只鸡坐船出了城 在船上 他开始剧烈的咳嗽 背墨直扑对面乘客的脸 画面一转 一家养鸡厂正在进行防疫处理 所有的鸡全部被就地无菌化处理 甚至于防疫人员竟然开始祈祷 可见病毒的严重程度 医生阿强接待了一号患者 一号的情况比较严重 大烧伴随姑息不畅 讲究时主治医生说了一句话 今晚我定好与家人一起聚餐 这句话侧面地说明了病毒的严重 因为这通常是死亡flag 先剧透一下 说出这句话的医生不仅跟家人吃了饭 最后全村都去他家吃了饭 第二天一号患者病情加重了 不但眼角开始流血 而且浑身抽搐 甚至将一口血咳到了主治医生脸上 还伴有很明显的全身器官衰竭 随后被送入ICU病房 但是晚了 最终还是没能救回来 一号的妻子此时明显也被感染了 挣扎着起身质问阿强 为什么普通感冒会死人 阿强无言以对 但医院外面的情况要更严重 车站的治安员出现了感染症状 车上有人咳嗽流血 这说明感染已经开始大面积传播 而这些医护人员早已疲惫不堪 主治医生终于倒下了 连医生都感染了 情况自然不容乐观 政府已经确认了 这种来自东南亚的病毒传遍了世界 由家禽身上的病毒变异而来 可研发新疫苗至少要6个月 更何况 现在连提取病毒都无法做到 眼看新年假期马上就要结束 到时候大规模的人流 会让病毒直接全国深度扩散 现在只能先封锁发病的城市了 这一幕大家是不是很熟悉 很快是为组织派来了 曾经支援过东南亚的医生小雅 这个小雅正是阿强的前女友 此刻病毒终于还是扩散到了全国 由于医疗资源极度匮乏 卫生署决定全国封城 大街上空无一人 狂难的市民直接冲破封锁一路向下 而无处可居的市民则开始囤积物资 小雅建议将医院改成隔离医院 专门救治感染的患者 但是这样就意味着抛弃普通患者 这遭到了院长的严重抗议 但随着疫情严重 排队就医的过程中 就有人发病软倒在地 甚至运送药品的司机都被感染 医院已经乱成一团了 但院长对这个空降的上司小雅一直不买账 小雅知道这事不能等 再次开会想要挑选专门的医疗人员 在院长的胁迫下 没有医护人员敢举手加入 但是小雅一番诚恳的请求之后 终于有人举起了手 清新之火可以燎原 危难时刻治病救人高于一切 因为这是医生的良知 一个好消息来了 死去的一号患者的妻子被治愈了 小雅认为 由于他们夫妇是本国第一时间出现症状的人 很有研究价值 便带着阿强想要去找到一号妻子问一些问题 路上的景色犹如末日 街上军队正在抓捕没被隔离的患者 看到这一幕的两人也只能沉默 找到妻子后终于得到了真相 原来妻子的父亲在东南亚某小国当医生 过年的时候回了日本 吃完年夜饭之后就杳无音信了 原来被感染的父亲才是将病毒带回国内的人 好心感染的路人被感染 清理血迹的治安员一样无法幸免 病毒就这么随着列车走向全国 小雅带着希望向上级报告了病毒的来源 但眼前的形势愈发严峻 呼吸机不够用了 到底是将呼吸机留给轻症病人 让他们恢复身体 还是留给没有生还希望的重症病人 让他们延续生命 这一刻所有人都迟疑了 救一人就要杀一人 但杀一人也是在救人 小美走了上去 很冷血 但是很无奈 这个重症的孩子 拔掉呼吸机的一刻就死了 但更让人难受的是 换上呼吸机的女人 最后也没能救回来 全部的医生都崩溃了 顶着良心的谴责 竟然还是什么都没能改变 小雅吼吐大哭 在天灾面前 每个人都显得那么脆弱 阿强决定做点什么 来改变这被动的局面 他找到了知名的病毒教授 两人来到了病毒源头 东南亚小国 来到这里的第一印象就是贫瘠 落后 甚至于失去了妻子父亲这位医生 医院的大门就一直锁着 阿强找到了一本日记 上面记录了医生发现病毒来自一个小岛 阿强和教授来到小岛上 发现小岛早已空无一人 一座民居内 还放着一具死去多时的尸体 也无人处理 他们走到一座废弃的海鲜处理厂 此时教授有些累了 阿强独自去建筑物里面探索 突然 阿强发现了一些等死的病人 这些病人像是看到救世主 瞬间将阿强包围 阿强被这些快死的病人包围了 由于语言不通 阿强只能逃了出来 出来以后发现老教授不见了 阿强四处查看了一番 竟然看见了更多的病人在这里等死 而照顾他们的医生 显然也已经病入膏肓 突然 医生枪响打断了阿强的思绪 他赶紧朝着枪响的地方冲去 原来是一个小孩在这里开枪 看起来对外来人员有着强烈的戒备 阿强心疼地抱住了孩子 不知是怎样的经历 才能让一个孩子学会开枪自保 此刻病入膏肓的医生也已经赶了过来 给了他一个笔记本 这是之前的日本医生记录的珍贵一手资料 原来这里的养殖企业为了隐瞒事实谋取暴利 不顾居民的死活 将这座偏僻小岛真正的毁灭 现在这座小岛终于得到了救援 教授决定让阿强回国将资料上交 自己则在这里寻找病毒真正的源头 小强将笔记交给了一号妻子 妻子抱着父亲的遗物顿时思惧万千 另一个好消息传来了 老教授终于找到了病毒源头 就是这里的蝙蝠 但随后老教授也倒在了战场之上 疫情战斗终于看见了胜利的曙光 此时距离一号患者死亡只有40天 但感染者已经突破250万 死亡人数更是高达90万 这是真正的失衡遍野 更是一场人间的浩劫 小雅被派去疫情更严重的地方支援 这话一说我就知道要出事 果然小雅感染了 临危之际 通过视频告诉阿强自己要做最后的尝试 他要注射康复患者的血清赌一把 因为血清疗法并非一定成功 阿强看到旁边快要不行的病人 也给身边的病人注射了血清 结果阿强的病人得救了 高兴的阿强火速赶往小雅身边 想要看着爱人活下来 可见到的却是爱人最后一面 脚雅失败了 可是他的方法 却在疫苗研发出来之前救了很多的人 灾难面前 每一个人都是渺小的 但是巨大的胜利 永远离不开舍身奉献的渺小个体 这里有成功活下来 但失去挚爱的阿强 更有还没有见到女儿最后一面的护士 也有以为自家养鸡场是病毒源头 而愧疚自杀的老板 感谢新冠疫情期间默默付出的医护人员 医治大者 为国为民 下期再见